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还是养家糊口最实在 到了晚上 水哥就和女友小白抱怨起了这件事 小白安慰他 这又不是你第一次失败了 你心里难道没点鼻数吗 虽然嘴上这么说 小白还是很爱水哥 就算水哥唱歌难听 不赚钱 还在家里白吃白住 小白依旧支持着他的梦想 毫无斗志的水哥晚上上起了网 突然收到了一封陌生的邮件 邮件上写着不管是谁都有三种才能 只要你买了这个才能欲 就能唤醒体内的能力 第二天 水哥毫不犹豫地买了三个才能球 二话不说 直接就吃了一个 这回终于能当歌星了 想到这儿 水哥莫名地有点小兴奋 这时一个大妈前来问路 水哥怕他记不住 正要拿笔画下来时 突然像抽了一般 不一会儿就画出了地质 然后又控制不住地在街边开始图压 不一会儿 一幅超现代主义的画就完成了 原来自己第一个隐藏才能 实惠画 于是他决定拿着自己的画去售卖 画廊老板一看忍不住称赞起了水哥 但是画风太过超前 如果想卖个好价钱 还是等一百年以后吧 失落的水哥于是吃了第二个才能球 这回总该是音乐了吧 这时一个足球飞过来 砸中了水哥的脑袋 然后又丑丑了 于是他发现自己拥有了炫酷的足球才能 他加入了足球俱乐部 但是比赛时只会颠球 不会传球和射门 于是就被炒了鱿鱼 沮丧的水哥准备最后一波 他打开了第三个才能球 他坚信这回一定是音乐 吃完才能球 水哥便拿起吉他弹唱起来 这次依旧唱得那么难听 沮丧的水哥走出了屋子 看到了女友放在桌上的点心 他很想吃 但是又怕女友发现 他看了看旁边的旺财 又开始抽抽起来 晚上女友回来 他成功地把偷吃的罪名嫁祸给了旺财 第二天 水哥来到饭店打工 突然他冒出一个邪恶的想法 这时老板不在 而有保险柜要吃的小强 在12点45分前不会离开电视 而这个时间从后门潜入 从他的柜子里拿出钥匙 45分前就可以打开保险柜拿出钱 而这个时间自己在送货 自己则能摆脱现衣 还能嫁祸给小强 这时老板回来了 水哥也顿时清醒 自己差点就犯了罪 水哥茫然地走在街上 看到了一辆运钞车 他又开始不受控制 他打运了卖气球的小贩 自己穿上热偶服 然后接近运钞车 将手中的气球放飞并引爆 吸引运钞员的注意 然后袭击警察 开着运钞车跑路 自己就发财了 突然他被自己邪恶的想法惊醒 他突然意识到 自己的第三个才能就是完美犯罪 水哥被这惊人的才能 折磨得精神时长 他把自己关在房间里 开始编写各式各样的犯罪手法和细节 但是又被自己的想法吓醒 这时小白回来了 水哥怕自己伤害到小白 于是对小白说 和我在一起是没有未来的 你离开我吧 小白哭着说 你这个什么都没有的男人 我早就想离开你了 再见吧 水哥再也控制不住自己 再次蒙上了危险的思想 现在只要用吉他将他打晕 用他的手机发短信遗书给自己 把他弄到阳台上 用软线固定好 另一头 往上望才爱吃的骨头 吃完骨头 软线便会自动收回 小白就会掉下去 而这是自己去附近的便利店买吃的 让店员记住自己的脸 回到家 再装出一副悲伤的样子 再让警察看自己手机里的遗书 这一切完美 想到这儿 水哥打开了房门 放声大笑 小白直接懵逼了 他告诉小白 我有才能 我马上就证明给你他 画面一转 正是一起案发现场 这起案件被警察判定为自杀 这时水哥出现 冷静地做出了判断 这不是自杀 而是谋杀 凶手就是他的男友 他走到凶手面前告诉他 你能骗得了别人 却骗不了我 原来这是十年后的水哥 他凭借完美犯罪的才能 当上了警察 已经成为警戒的新星 并且和小白过上了幸福的生活 但是自己向往的音乐才能 却在小白身上出现了 水哥看了看桌上的才能球 露出了一丝苦笑 好了 小飞最后重拾一次 这部电影的名字叫 才能球 喜欢这部电影的小伙伴 可以私信我呀